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一个小男孩经常手银 后来通过学习佛法 明理醒悟 发愿不再手银 但是在广东打工期间 在有佛像 佛经 龙岩昼的房间 延续手银很长时间 每天几次 这毕竟也是有损福报 于是慈公不干 回到老家 让父母非常伤心 但是更伤心的事情 还在后面 他自己说 从此招来鬼了 这个鬼还不进身 只是远远地跟着 但是臭气特大 而且邪门 他自己还闻不到 只是将别人熏得呕吐咳嗽 都说像臭脚丫子的味道 他一动 就感觉鬼也跟着动 这种状况已经一年多了 他现在无论去哪里 都是臭味熏天 就是去拜神 也是满屋的臭味 他现在身体也不好 病奄奄的 去医院治病 花了上万元也不见好 后来到处请人看 都说是招来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给贴符也不管事 今天又找了道士 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鬼就是什么也不怕 他有一次做梦 鬼还想弄死他 有一天 他背从心来 给看不见的鬼跪下 请原谅 请离开 奇怪的是家里的抽油烟机 竟然自动开启 他说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居然给鬼下跪道歉 心痛得要死 后面这句话 不能苟同 鬼也是众生 与你有缘 才会找到你 现在他障碍你 说明过去是彼此结的失恶缘 不要有称恨心 要真诚道歉 忏悔 要树立正知正见 给其做些功德 多送经回向 要去寺院参加法会 立排位超度 建议送棱岩咒 大悲咒 金刚经 这个小男孩 仅仅是对佛法有所接触 并没有实修 也不懂得如何修 因此到处找人解决问题 实际最好的方法 就是洁身自好 不再手营 好好修行 鬼得道功德 得道超度 都会离开的 长期守银 心里比较阴暗 阴气重 磁场肯定不好 一招感不祥的东西 特别是鬼 专心人的精气 久之 人的阳气减少 就会生病 因此 年轻人还是借邪淫 过充满阳光的生活 我也遇到过臭鬼 一次是晚上试完时 回到屋里 我和儿子同时闻到臭味 真是臭不可闻 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臭的味 把儿子熏跑了 我念念符号 臭味一会散掉了 还有一次 我去寺院给几个童修丽排位 正在公交车上 一开始以为是蛇的脚臭 后来越来越臭 我正好挨着司机站着 司机冲我大吼 离我远点 现在想起来 如果真把司机虚迷糊了 还容易出车祸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